大家好 聖誕快樂我是謝敏修 很久很久沒有拍新的影片 那最近就是 其實還是很忙啦 可是今天剛好聖誕節想說 就拍一部新的影片給大家看 那今天沒有要 今天可能沒有吹口哨 那就是拍一些比較日常的東西 那前一陣子其實就跟之前有跟朋友提到 就說我正忙一些 像訴訟啊什麼東西 其實訴訟的事情也還沒結束 那其實聖誕節可能會收到禮物 可能會收很不錯的禮物 收到禮物其實是一張傳票 我等一下要去警察去拿 今天要拍的東西其實就很簡單 因為 就剛好因為我有一個室友 今天剛好就被我們知道 他交女友了 那我們就是 我們就覺得他其實還蠻為他感到開心的 那我自己就是 就是單身一陣子了嘛 然後 其實就是一直都在 可能在學習 怎麼讓自己變得更好 然後有在學習怎麼化妝這樣 那今天就來拍一個 就是很廢的一個化妝影片 那平常我會做的事情 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那當然第一個要做的東西 一定是化妝水嘛 化妝水 但是這陣子有在保養 所以皮膚就還未吃的還行 那第二個我會用的是 這個 這個魅典的一個格力 然後會混一點點這個 這個Minnon的精華 就用手直接把它塗開來就好 結果動作都蠻粗魯的 然後就這個上完之後我會上的就是底妝的部分 那底妝的部分我會因為現在 就膚色其實還蠻尷尬的所以我會用這個Feed Me的我用是220然後加上這個 置身袖的粉底液那我會兩個混在一起然後用 其實我也沒有用很符合自己臉的色號的 顏色因為 畢竟就是我的皮膚是偏黑的嘛然後我媽常會跟我說喔你不要看起來那麼髒好不好然後就 所以我就習慣會用 就是色號會白一點點的粉底這樣 那一樣就是 點開來嘛 簡單 那麼乾淨 眼皮上面 然後一樣手把他稍微的塗開一點 其實現在時間沒有趕 因為等一下想去加勒服買一個燈泡 等一下你們看影片就會知道 其實這個現在知道我臉上的燈是偏黃的 顏色沒有很適合 然後想要換成一個白色的燈泡 冬天真的保持要做好 雖然今天冬天沒有很冷也不算太乾 可是就是你保持不做好的話 你的那個粉真的很容易浮 這影片主要是要做給男生看的 就女生來看的話應該會覺得我的黃金那麼差 在拍什麼鬼啊 所以這個影片主要給男生看 很多男生會覺得什麼男生化妝啊 Gate化妝啊 就是一男也要就是打理一下自己吧 我是這樣覺得 尤其就自己本身長得也不是特別好看 那你就更要注意打扮 又不是你可能不用化妝出去 又覺得自己很好看啊 就沒有其實沒用 那我都喜歡用海綿來拍開 就我鼻頭其實已經泛紅了好一段時間 我不覺得那黑色就整理還是什麼 所以不上粉底出門的話其實就是很明顯 就覺得滿尷尬的 對 這樣很明顯就臉其實有一種 就已經提亮了 提亮效果滿明顯的吧 對 臉也會變成亮一點的 然後再來我還是會再補一點點 一點點一點點的遮瑕 一點點的好了 那遮瑕的部分我是用這個Cate的這一支筆 因為很懶嘛 就懶得再把它抽出一條那種東西 就直接像這樣 方便一點點一點點 然後眼下一點點一點點 然後這邊有一點什麼東西 不知道要遮一下 好 這一條 把它抹開 鼻頭抹開 其實黑眼圈真的太重了 很難遮瑕睡眠不夠 然後禮拜一也在拍一片 拍那個學校要求要拍的東西 這樣就差不多遮瑕完了 那遮瑕完之後 底妝其實就很簡單 因為男生嘛 就是我也不會上腮紅 或上眼影 所以其實算是很方便 那通常再來我會上的是這個 我用這個Cate的眉粉 然後會上一點鼻印的部分 因為鼻子不是特別挺 所以就會上一點鼻印 我先用細的這一段 然後就沾比較深的顏色 我通常這樣 然後從這邊往下畫到這裡 隨便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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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長得也是滿粗糙的 花兩筆 然後再用比較粗的這一段 然後再沾這個部分 然後把它整個這樣畫下來 然後最後再用手 稍微把上面比較難刷到地方抹開 抹開抹開 這樣 這樣鼻子就看起來立體一些啦 不敢說多挺 就是比較立體一點點 然後用完這個之後 我會用這個修容 之前其實有試過這支打亮修容筆 可是它的 它打亮其實真的滿亮 會畫一點在三根的部分 然後 這一端的話 這一端修容的地方 那顏色有點太橘了 對我來說不太適合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用了 那我用的是一樣的Cate這個打亮修容盒 那這個 這個 很基本嘛 很簡單 修容的部分就佔掉 佔這個部分 然後這樣 就畫下來 然後這邊我會加明顯一點 修容修容 然後還有這樣 被粉嗆到 希望差不多就這樣 然後另外好像是上個部分 那鼻子的力量我還是加強 希望我用這個再加強一點 然後把這個打亮的地方 上面抹開 它有點黏黏的之後 然後我再用這邊的這個打亮粉 一樣上去 一樣上去 這樣 額頭的部分 額頭上一點 然後再來是 臉頰上面 上去打亮都移 這邊 好 這邊 下巴的部分 好一點 好一點 其實我要的其他耍機都沒有什麼在用 還是稍微的 再來就是 再來我會用的部分是這個 這個Maybelline的粉 等我一下 再來我會用這一盒就是Maybelline的 220的它是蜜粉餅 那蜜粉餅就簡單吧 用定妝 因為大家有發現我這邊在畫眉毛 就懶 就真的一句話就懶 那Maybelline這個上去之後 其實會讓剛剛的光澤少掉一點 可是你換來就是 你的底妝可以比較吃 因為我常常就 出去要一整天啊 或是出去可能是去晚上去喝酒啊什麼的 喝酒其實 我臉會很紅啊 然後有時候騎車所以 裝的一定要很定 蜜粉餅 對 然後差不多就這樣 有時候有時候無聊 上一點這個 Nest Free的這個蜜粉 讓它更白一點 尤其這個打亮 對 然後最後我們再用這個 隨便的護唇膏 用嘴巴看起來 不會畫 不會畫有顏色的唇膏 因為易難吧 也要看原顯 差不多就這樣 其實用化妝也很快 就動作差不多就這樣 那我想講一下什麼話呢 就是其實就是我室友 其實我哥 就是他交女友 然後其實蠻為他開心的 畢竟他也是四五年沒有 談到戀愛 所以我看到也是非常非常開心 那也祝各位就是聖誕節快樂 剛好今天聖誕節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交到很棒的另一半 那單身的朋友可以像我們一樣 可能自得其他過得很快樂 吹口哨 化妝 玩遊戲 出考卷都可以從裡面得到一些快樂 那我的學生看到這個影片 那可能有一些就是學生的 所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也祝你們之後的期望考 可以考得很順利 不要被當 這樣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 喜歡的話可以分享 再訂閱 按小鈴鐺 謝謝